有没有发生了老师讲 就怕有个什么万一身体状况先问名 海巡队员也穿戴好防护衣 全副武装来保护自己 消毒水从头到尾喷个仔细 这名身穿灰色衣服的45岁李姓男子 9号上午10点多 在大胆岛附近海域游泳漂浮 上岸之后被海巡拦截 李姓男子声称自己是四川人 从厦门徒手游到大胆岛 途中还曾经在小岛休息 现在李姓男子双手被上铐 哪都跑不了 新冠病毒危机还没解除 他被捕上岸之后 也得先进行14天隔离检疫 通报金门县卫生局 防解疫等相关单位 进行共同联合应变 他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首位偷渡来台的嫌犯 全案也将会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 还有国安法来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